臺中市長盧秀燕和臺中捷運公司董事長等人 一起將啟動手板放在入口閘門上 為終結兩歲慶生 杜秋彦說 過去兩年雖然歷經嚴重疫情 但台中捷運仍然創造佳績 一個月有106萬人士搭乘 另外市民滿意度 對於這項建設跟營運的滿意度 高達93% 在我們的粉絲APP裡面來做登錄 只要你有登錄那個卡號 個人資料 當天有紮成就有機會中大獎 搭一次抽一次 搭兩次就中獎兩次的機會 就了當天免費搭乘 盧秀燕再加碼宣布 乘客還可以參加抽獎 想像有日本來回雙元機票 以及烤肉雙元套餐等等 歡迎民眾一起來為終結慶生 新唐亞太電視秋天喜 台灣台中採訪報導